想了解世界就关注局势很简单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至学校简史 人类最早是从非洲进化出来的 之后一路北上向亚欧大陆迁徙 那年头他们还没学会种地和圈养动物 采摘和打猎的谋生方式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 他们漂泊的一个重要动力是追逐猎物 其中有一部分猛人竟然追到了冰天雪地的俄罗斯远东 俄罗斯最东边的楚科齐半岛跟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威尔士王子脚之间 隔着白岭海峡 但是呢在第一批人类站在岸边的时候 白岭海峡还没有被海水覆盖 或者呢海水接了病 总之动物们轰轰烈烈地冲过去了 这些猎手们也就义无反顾追过去了 从此 北美洲有了人类 后来啊海平面上升 或者是气候变暖 反正白岭海峡出现了八十公里宽的海 北美原住民就与世隔绝地在那边缓慢发展 当亚欧大陆使用钢刀 铠甲和火炮的时候 北美原住民还在用弓箭和石器 过着纯天然无公害的小日了 16世纪早期法国人最先登陆加拿大 那片热土显然是属于印第安原住民的 他们以部落为单位分布在所有异居的地方 跟现在一些非洲国家的情形啊很像 那时候印第安人已捕猎谋生 他们农业和饲养技术还不足以养活自己 法国人开始抢地盘的时候 也不是非要把印第安人赶尽杀绝 打劫的过程中 如果遭遇抵抗一定会动手 其他情况啊就看心情看需要 他们带给原住民的主要伤害 不来自手里的武器 而是他们带过去的传染病 大量印第安人因此啊 死得很痛苦也很难看 当17世纪 法国人正式建立自己殖民地的时候 他们和印第安人是一种共存的状态 因为他们要从印第安人那里买动物皮毛 然后卖到法国做成帽子啊皮鞋啊和皮大衣 供贵族们享受 这笔买卖保持了很长时间 那年头加拿大就像一块公共地盘 谁都可以过去站一块说是自己的 法国人之后没多久啊 英国人也过去圈地 从1756年到1763年 七年战争从欧洲烧到了加拿大 法国人在战争中被击败 加拿大呢就彻底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 英国人接手了法国人的皮毛生意 但是后来啊 这笔买卖逐渐没落了 一方面是动物被大量捕杀 资源枯竭 另一方面 纺织业的发展造出了皮毛的替代品 英国人的业务也转向了伐木 开矿办厂 这时候 英国人看那些原住民就非常不顺眼呢 他们碰头共面的 说了一口无法交流的方言 不伐木 不挖矿 不进厂 完全是一帮没有用处的废人 急需对他们进行资本主义 劳动改造 英国人认为 已经成年的印第安人 已经无药可救了 他们就是那副不讲卫生 不求上纪的模样 但是他们的娃儿 还有希望 可以趁他们没学会印第安鱼 也没爱上打猎之前 改造他们 改造完毕后 再放他们回老家 去影响他们父母 几代人下来 这些人呢 就彻底开化了 说做就做 第一座原住民寄宿学校 于1876年开门营业 这座学校和后来的很多寄宿学校 都由联邦政府掏钱修建 教学工作呢 则交给教会负责 为什么是教会抓教学呢 因为那个年代 教会控制着教育资源 他们还有强烈的传教欲望 所以很乐意承担这份神圣的任务 学校虽然有了 但是声援是个问题 没有哪个原住民 愿意把孩子送到那里 学英语 学念经 眼看改造计划没有进展 联邦政府干脆下令 强制把4至16岁的儿童抓走 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 把这项权利 交给学校的神父和修女们 要是父母死活不交出孩子 会怎么样呢 首先啊 警察会把孩子抢走 送去学校 其次 父母还可能进监狱 因为在1920年 联邦政府修订了印第安人法 规定所有原住民的适临儿童 必须去寄宿学校 法律是什么 是违法了 就要受惩罚的东西 这下印第安人 彻底没辙了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十多万儿童 被强制抓进了寄宿学校 每当新一批原住民儿童 被烹头垢面的丢在操场上 修女和神父们会捏着鼻子 把他们衣服扒了扔掉 用酒精和煤油 给他们做个全身杀菌消毒 再把头发剪掉 最后换上统一的校服 校服上呢 有一串数字 这个编号代替了他们的姓名 之后 他们的毛巾脸盘 等私人物品上也有这个编号 弄错了 得挨鞭子 经历了杀菌消毒和清洗工作 这下娃就忐忑地排队进入教学楼 教学楼的地下室呢 有厨房和洗衣房 第一层是教室 会客厅和办公室 第二层呢 是神父和秀女等人的宿舍 再往上 是这些孩子们的宿舍 教学楼周围的大片田地 是学校的农场 地里种着瓜果蔬菜 养着鸡鸭奶牛 学校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态系统 孩子们每天早上六点统一起床 先祈祷再吃早饭 吃完早饭开始上课 一半时间是英文教学的听说读写 另一半时间教各种劳动技能 到了中午准时排队吃饭 午休结束后 全体参加劳动 有人呢在厨房洗碗 有人在打扫教室 有人在地里除草松土 还有人劈柴喂马 周游农场 吃过晚饭大概七点多 所有人统一上床睡觉 看完这一天的安排 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没有错 这跟我们劳改犯人的作息 大同小异 所以名字改成 原住民寄宿至儿童监狱 更恰当一些 当然 单纯以这个作息 说她是监狱呢 有时偏颇 要是了解那些娃受到的体罚 和艰难处境 你会觉得 她确实是个监狱 如果起床晚了 或者吃饭不排队 要罚债 女孩对男孩笑一下 要当众罚债 并被羞辱 善可喧哗不服管教 那么中午不给饭吃 要么直接抽鞭子 如果偷偷印第安语交流 已经发现 暗在凳子上鞭挞 施暴者还会大声告诉围观者 印第安语是一种下贱的语言 要是有人成功逃跑的话 一定会被抓回来 先打完 再关进小黑屋里 饿到绝望 寄宿学校 虽然管着一日三餐 但是吃的东西 不但难以下咽 而且总是吃不饱 对于十岁左右的小孩来说 就严重影响他们发跃了 尽管吃不饱饭 但是每天的活 却一样不少 原本是成年人要做的事 给一帮吃不饱的小孩做 那能做好才怪呢 做不好就得受罚 所谓的学生啊 不过是教会的奴隶而已 有些娃受不了这种日子 决定偷偷逃回部落 可惜他们对逃跑的难度一无所知 这些学校的选址 距离印第安人部落 至少十公里以上 运气好的娃跑到半路 会被抓回来 运气差的呢 饿死或者冻死在半道上 假如历经千辛万古 居然逃回了家 他还是会被抓回来 当众报答 养好伤继续做个小奴隶 除了极个别学校 允许父母每个月 见孩子几分钟以外 大部分学校完全禁止 父母的探视 有些孩子可能十年 都见不着自己父母 以至于他们认为 父母已经把他们抛弃了 几年下来 这些孩子普遍表现的孤僻 且暴力 孩子之间打架到欧 互相伤害 等他们进了社会 大部分的也是问题青年 在饥饿 寒冷 劳累 和各种体罚之外 这些娃 还会被人性侵 干坏事的 主要是学校的管理人员 他们在课堂上 讲着上帝慈悲 下课后呢 偷偷干着伤天害理的事 大写加粗的 一冠禽兽 因为营养不良 过度劳动 体罚性侵 和疾病困扰 每个月都有人失去性命 在这种地方 死个人 如同农场里 死了一只动物 尸体在教学楼附近 挖个坑随便一埋 负责名单的牧师 像阎王爷一样 画掉这个娃的个人信息 就完事了 连他们的父母 都不需要通知 从1876年 第一所寄宿学校出现 到1998年 最后一所寄宿学校关闭 这项残酷的制度 执行了122年 122年间 这样的监狱学校 先后办了130多所 总共15万原住民儿童 被送进去折磨 大概5万人 惨遭虐待后 被草草掩埋 幸存者中 有2万多混血儿 送到白人家庭寄阳 剩下的8万人闯关成功 走出了小门 最近啊 加拿大从原来的寄宿学校周围 挖住了上千具海蛊 那只是当年 5万多死亡者中的一小部分 毕业离开的8万人 并不是幸运儿 回到部落后 他们不会说印第安语 长期的仇视教育 使他们和原来的家庭 无法相处 只能到城市打工 毕竟他们在学校 被教过一些谋生手段 寄宿学校上午 教孩子手工技能 男孩子学的是种地 挤奶 挖矿 伐木 毕业后可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 给白人打工 女孩子学的是缝纫 做饭 护理 打扫 毕业后呢 就可以做个仆人 或者佣人 事实证明 只有技能是不够的 悲惨的童年 使他们性格古怪 难以相处 他们的打工之路 走得非常艰难 相当一部分 最终走上了 自暴自弃的犯罪道路 如果跟整个原住民群体相比 死去的五万儿童不算多 从数量上 或许够不上种族灭绝 但是寄宿学校 不让这些娃说印第安语 也不让他们参加 和了解任何原住民 风俗活动 导致他们身上 没有任何印第安文化的印记 这也造成原来的 53种印第安语言 现在只剩三种 所以比起种族灭绝 寄宿制学校 更是一场针对原住民的文化灭绝 1982年 加拿大才彻底脱离英国 变成独立国家 最后一所寄宿制学校 于1998年关闭 十年后的2008年 时任加拿大总理哈珀 为此道歉 并给那些原住民儿童的父母 发了赔偿金 可是钱并不能让死者复生 也不能让那些 形同陌路的子女 再回到他们身边 加拿大的面积 是998万平方公里 全球排第二 但是人口只有3800万 很多产业的大股东 是美国人 很多产品也消亡美国 在安全上 更是依赖美国的保护 所以 加拿大是美国 无可争议的附庸国 它并没有取得 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它必然会充当美国的跟班 或者帮凶 它跟其他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是一个地位 又怎么好意思 污蔑别人种族灭绝呢 因为在这方面 它可是有一段 官方主导的 肮脏历史 好了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 欢迎针对本期节目的任何评论 和分享 关注局势军 让我们一起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